大家好,我是QB老师 在上一段影片,我用一个简单的做下动作来当作例子 跟大家介绍如何使用角色的Control Rig 而不是动作捕捉来制作角色动画 那不知道看完之后,同学们是觉得很简单还是很复杂 是觉得很单调还是很有趣 同学们不妨尝试着做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动作 例如一小段的走路或者是跑步来体会一下动画师的辛苦 用Control Rig按关键格来制作动画并不容易 难度不亚于角色建模 专业动画师至少也都要一两年以上的训练 才能够把动作调整得比较流畅 不过如果只是把Control Rig用在修正一些不完美的动作 就容易得多 例如小爱同学的这个动作档 双手会悬在半空中 还有因为沙发高度的关系 小爱的脚会陷入到地面底下 那甚至裙摆翘太高 结果穿帮了 那这些问题都可以藉由Control Rig来做修正 接下来我就用刚才的例子来做说明 我们先把场景和Level Sequence的部分都准备好 那左手边的小爱只是用来做修改前后的对照而已 你也可以不放它 我们先选到右手边的这个小爱 然后在Sequencer里面按下小爱后面的加Track 然后选择Control Rig 那这里注意一下是选择到SK AI这个轨道 不是选择到底下的Animation 那当然也不是选择到右手边的时间线这边 那更不是在SK AI这里按下滑鼠右键之后 选择Edit with FK Control Rig 选完之后小爱会从原来的坐姿变成站立的T-Pose 那这是因为Control Rig会覆盖掉原本的动作档的动作 使得这个动作档暂时变成是无效 不过我们只要在FK Control Rig的轨道上面呢 按下滑鼠右键 然后选择上面的这个Heditive 那就可以使得Control Rig的作用从覆盖变成加成 那也就是在原来的动作之上再来进行调整 这里我先来介绍一下FK Control Rig 它其实就是让角色所有的骨架变成可以在Sequencer里面做调整 那我们在角色的骨架视窗里面可以选择并且调整这些骨架 例如说像现在我就可以调整小爱的左大腿 像这样子可以去调整 但是这些调整并不会被记录下来 而FK Control Rig就是把角色的所有骨架都变成Sequencer里面的一个轨道 可以记录关键格 而且由FK Control Rig这个名称 我们就知道它只包含了FK控制器 而没有IK控制器 FK Control Rig的长相 跟我们上一段影片介绍的Control Rig并不相同 而是几乎跟角色的骨架长得一模一样 而大家现在看不到是因为我隐藏了它 那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这里我先把FK Control Rig的Additive这一项取消 那这样子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整个Control Rig 其实跟角色的骨架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整个结构之间的相似性 我再把FK Control Rig的Additive打开来 让小爱回复到坐姿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修改它的姿势 在这里我想要先把小爱的两只脚一起抬高 让它不会穿过地板 那要调整这个姿势 我们需要转动小爱的大腿 让它抬得高一点 而不是直接把脚底给抬高 那这是因为FK Control Rig 它不包含IK的控制 那所以没办法在抬高脚底的同时 藉由IK去计算大腿和小腿要如何转动 要选取小爱左右两边大腿的控制器 一种方式就是直接从场景里面来点选它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些点跟线 而且我们还要同时选到左右两边的大腿 所以有时候很难用这种方式去选取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在Animation Outliner这边 透过搜寻去找到我们要点选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先把小爱的骨架档给打开来 然后利用Skeleton Tree就可以比较快的知道我们要找的那个骨架的名称 然后再利用Animation Outliner的搜寻功能来找到 比如说在这里小爱的大腿呢 是这个JBIPLUpperLeg这个地方是它的大腿 那关键字就是UpperLeg上腿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搜寻这边 输入UpperLeg 那很快的就可以找到左右两腿的控制器 把它选起来 我们也可以利用Sequencer这边的搜寻功能来搜寻UpperLeg 那得到的结果其实是类似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边切换成旋转 通常在使用FK Control的时候 几乎不会用到位移这一项 只会用到旋转 因为我们是转动关节的部分 那如果用到位移的话 就会跟鲁夫一样 就是那个腿很有可能就会被拉长 那现在因为左右两腿我们同时都选到了 所以我切到世界坐标就是面对它的这个方向 然后我就可以让两腿同时的抬高起来 那抬高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位置 这里我稍微在转侧面 这里我稍微再转侧面 在外图寸金的这个荧幕来讲呢 我们使用电影观景窗的时候 这个上下黑边的部分会浪费掉很多的空间 所以在调整动作的时候通常我会用这个内定的观景窗 而不是用电影观景窗 那另外我们会用Game View把这些不必要的控制项把它给拿掉 还有我们在转动这个角色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点选到小爱的身体 那从Sequencer这边可能要转动老半天 才会回到它的身体的部分 那这样子按住Alt 才能够很方便的旋转 所以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会把Only Select Rig Control这一项暂时关掉 那暂时关掉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方便的选到场景里面的任何物件了 要确认小爱的角有没有踩在地板上 最好的方式是切换不同的视图 就是转到小爱的侧面的角度来看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现在脚跟的位置是在这边 那有时候我们场景里面的这些物件 会阻碍到我们的视线 所以在这里我透过图层Layer这个功能 那我把会挡住视线的部分 都先搬到另外一个就是背景这个图层里面去了 那有关图层的功能 那不在我们今天影片要谈的主题里面 只是跟大家先提醒一下 那现在小爱这个脚尖翘起来的姿势 当然其实也是OK的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它的鞋底是整个踏在地板上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选到它的脚这边这根骨架 那我们再来把脚转正 这样子让它踩在地毯上面 那我们再切回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再来是小爱的右脚 我们看到它右脚感觉上翘得有点高 于是我就这边切换到Local的坐标 我们在调整在转动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选错了轴向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让它的脚 小腿的部分稍微往下弯一点 OK 好 时不时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Ctrl Rig暂时关掉 另外这边我们也可以先切回到摄影机的位置 那我们这样子可以看一下它的脚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再来我们要把小爱的手放在膝盖上面 那也同样的我们要调整的并不是手 而是它的两边前臂 那从骨架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前臂的部分 应该是Lower On 那所以我们在Animation Outliner这个地方呢 就改成搜寻它的Lower On 那就把这两手都选起来 接着我们把两手往上转 那这里大家注意到 两手往上转的时候 它们会打开来 跟刚才我们转动大腿的时候稍微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因为大腿的关节有比较大的活动范围 而手肘的关节只有一个固定的方向 那所以它会各自朝着它Local坐标系的方向去做转动 那这里我再转侧面一点来看 所以我们现在手的位置就差不多是放在膝盖上面 我们再切回到摄影机的位置 来看一下它的动作 那手脚的部分大致上都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裙摆 这个地方翘得很高 还有底下这个部分跑到沙发里面去了 那因为Veroid Studio的角色的裙摆 也是透过骨架来控制的 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这几根骨架 把翘起来的裙摆 再把它稍微压下去一点 裙摆的部分 因为小爱穿的是短裙 那如果是长裙 还包括下面这个部分 那短裙的话 就是由环绕的这六个骨架 那这里要注意到的应该就是 真正控制这个裙摆 应该是比较靠上面的这一根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裙摆会勾起来 而不是比较靠下面的这一根 那这六根骨架分别就是 前面两根 后面两根 侧面再两根 那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边来 那我先找到前面的骨架 Skirt Front 那控制裙摆的是这两根骨架 而这两根骨架 那这一个写L的是左手边 也就是我们画面的右手边 那另外这个是靠画面左手边的这个裙摆 那所以我们现在先倒回到第零格 那我们再把裙摆压下来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裙摆就已经比较靠近 贴近身体了 那另外一边的也是一样 那我们现在选到这个位置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裙摆也盖下来了 那我们借由时间轴来稍微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裙摆有比较贴 那我们再普通的角度稍微看一下 那再来就是屁股下面的部分 那靠下面的部分就是Skirt Back 那也一样的是左右两边的 这边我们把裙摆稍微拉高一点 好那因为是压在屁股下面 其实也不用调得太仔细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好所以裙摆这边就比较不会有穿帮的感觉了 最后我们来比较一下调整前后的差异 那其实FK Control Rig不只是这样子的一个用途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 那以后有机会再来做补充 谢谢大家